这就是即将进入战场的德国鲍尔坦克 作为德国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鲍尔系列成为了世界上不升最高公认性能最优秀的坦克之一 它的出现甚至影响了各个国家对主战坦克的设计理念 而鲍尔系列中最新型号的鲍尔7 又被看成是鲍尔家族里面及技术与实战经验与一生的大成之作 鲍尔7由德国克劳斯·马菲·威格曼公司研制 相比前几型坦克它在体积上增大了许多 车长接近10米宽3.7米 权重达到了67吨 在火力上鲍尔7装备了一门莱茵金属120毫米滑糖炮 以及一挺7.62毫米并列机枪与一挺7.62毫米高频两用机枪 其中这门120毫米滑糖炮相比之前的鲍尔坦克 它具有更好的设计精度和更远的设程 并兼容所有标准的北约弹药以及新开发的DM11可编程力 这些可编程多用途弹药能够打击躲在掩体后的建筑物内的目标 当发射DM63乌合金弹石器穿甲能力达到了1000毫米至少 在先进的火控系统辅助下其标准射程在5000米左右 首发命中率达到98%几乎相当于立发日魂 在防御上鲍217在顶端和侧面安装了升级后的猫猫衣服和装甲 这就让它比前几型坦克更加具有抗打击能力 如果拿M1A2坦克与之相比都是小无间大无了 除此之外豹27配备了一台1500马力的V12柴油发动机以及一套自动变速箱 这套动力系统能让权重67吨的豹27坦克最大时速达到72公里每小时 并且它从零加速到36公里仅需6公里 而且在65公里的时速紧急制动时仅仅需要3公里 但是它的这套动力系统就是其他各国坦克无法用 大家都知道衡量一款坦克的作战能力一般有三 一是强大的火力 二是自身的防御能力 三是超强的机动性能 可以说豹27的综合性能绝对满足以上三大指标 它也足以称得上是一款一流的主战坦克 与其他国家的坦克相比它的性能绝对是遥遥领先的存在